旭星麵 週末 很美味 偶爾也算吃點重口味的東西 這是和曾老板說的 你那天就選擇了 你設機會吧 就帶點點重口味 我们在八楼 在八楼 但基于神奇旅合的设定 我已经找了三间店铺做人后备 先去第一站 我预期今天是午饭 我预期是晚饭吃到第一餐 我的脚趾很轻轻 看到蓝颜鎖是有开的 第一观感是如何? 很高颜值,很清新 我是说你对我的第一印象 都是同样的评价 这边环境好像更好一点 您好,您是老板是吗? 在楼宅 你们的串是不是比较有串味?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在成都长大 但是我是从小就吃串的 我在这里面 我从来没有去强调串味 我想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做的串 我做的串的话 我会从多种方面去下手 首先我们的食材 在很多人来了以后 会觉得我们食材特别好 我们用了澳洲的牛肉 美国的牛肉 不同的牛肉 有不同的腌制的方法 腌制有12道工序 然后每次加的料都不同 而且要腌制12个小时 它的腌制的过程是很复杂的 而且我们的串的形式很多元化 还包括就是 你说现代人 比如说喜欢喝好喝的茶饮 我不输给外面的 专业做茶饮的人 我这里是找台湾顶级的大师 专门来帮我去调配的 米花 这个是刚刚开始做的 因为它有什么辣 酸酸甜甜甜 我觉得它可以解辣 口水鸡已经很合人做了 但是师傅有心思 将它完全煎皮 拆骨 起肉 我只是说这道菜 我知道 你觉得这道菜 这道菜是比较辣的 但它的油很香 很香 你不怕油 我自己很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 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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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口味 他们在四桌面 偷吃干拌的串串 因为转转眼看见是这种 比较深 好,各位黄黄西 这个香很多 很香 但是辣很多 这个其实很香 口感也有 他不像这些汁 不够了 它这个香味 我觉得是有点像蓝条的香味 跟这个完全不同 这个是比较甜的 好,其实这里除了很多辣的东西之外 导演不断 是因为这个是一盒不辣的 这个是不吃辣的 但又想吃个人的口味 不如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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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辣 最主要是便宜 就是那些,现在不吃辣的 就不吃辣的 但是,уется在这里 已经是没有东西 但是否判为你 还是没有东西 赵 吃串串都是大排档 但会有一个高端的环境 会比较过瘾的 口味是一个很有创新想法的店铺 包括M4的和牛 这个真是没吃到的 总而言之是一间有环境用心 很独特的创新吃辣的店铺 今天能换足你的重口味吗? 挺好的 不过 我每天都吃清淡的食物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真是加生好像弱了我 走 我没有你这个宝宝